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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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帮助我们不要灰心 随时转向你 就会得到你的祝福 我们这样交托祷告 奉耶稣基督命 阿们 历代之下 第十二章 埃及侵犯犹大 罗邦安的王国稳固 他强盛的时候 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 全以色列都跟从他 罗邦安王第五年 埃及王士杀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因为他们背叛了耶和华 士杀带着一千二百辆战车 六万名骑兵 以及跟随他 从埃及出来的路 给人 苏基人或古实人的军队 多得不可赏数 他供取了 犹大的坚固城 来到耶路撒冷 那时 犹大的领袖 因为事杀的缘故 聚集在耶路撒冷 由先知 士玛雅 去见罗邦安和众领袖 对他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离弃了我 所以我也离弃你们 把你们交在事杀手里 于是以色列的领袖 和王都轻卑说 耶和华是公义的 耶和华见他们轻卑 耶和华的话 就临到士玛雅 说 他们既轻卑 我必不灭绝他们 我要使他们暂时得拯救 不值着士杀的手 将我的怒气 堵在耶路撒冷 然而他们 必作士杀的仆人 好叫他们知道 服事我 与服事地上邦国 有何分别 于是 埃及王士杀 上来攻取耶路撒冷 奪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 尽都带走 又奪走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 罗邦安王制造铜盾牌 代替那些金盾牌 交给看守皇宫公门的护卫长看本 每逢王进耶和华的殿 护卫兵就来 举起这些盾牌 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护卫室 王谦卑的时候 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 不传言灭尽 并且再由大宗 情况也有好转 罗邦安正迹简述 罗邦安王志强 在耶路撒冷作王 他登基的时候 年四十一岁 在耶路撒冷 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之派中 所选择立他名的城 作王十七年 罗邦安的母亲 名叫拿马 是阿门人 罗邦安行恶 因他没有立定心意 寻求耶和华 罗邦安的时迹 自始至终 不都舍在司马亚先知 和亦多先见的史记上吗 罗邦安 与耶罗邦安 时尚交战 罗邦安 与他祖先同事 葬在大卫城 他的儿子 阿比亚 接触他作王 上一章结束的时候 提到罗邦安 国家很轻盛 好像他是一个好人 不过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 罗邦安的国王国稳固 他强盛的时候 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 全以色列都跟从他 我们不知道 到底罗邦安做了些什么 离开了些什么的律法 但是经文强调 神的惩罚很快就临不到 于是乎第二节 罗邦安第五年的时候 埃及王士杀 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第三节 提到士杀 带了一千二百两的战车 六万名的骑兵 经文强调 这是一个很军力强大的军队 是犹大人靠着自己力量 没办法战胜的大军 当大军杀子 犹大人在害怕的时候 神之又出现了 在第五节说到 神之士玛雅去见罗邦安众领袖 对他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离弃了我 所以我也离弃你们 于是第六节 以色列的领袖和王谦卑说 耶和华是公义的 那个经文强调 虽然耶和华的懲罰可以很迅速 但耶和华的瑶书也是很快的 当罗邦安和众领袖愿意听先知的话 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 神很快就回答救他们 所以第七节说 耶和华就透过先知说话 他们既然谦卑 我就必不灭绝他们 帮助他们能够在埃及人打上来的时候 保护国家的安全 十一章 当罗邦安做完好人之后 现在十二章 他又做回一个坏人 说他不愿意跟随耶和华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不过可能反映人生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不代表我们五年十年之后 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其实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真的要时刻警醒 不要自门 不要以为自己是在教会某些崗位 你是一个执事 甚至是一个长老 甚至你是一个牧者 不要因为有某些崗位 你会以为自己的灵命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 其实我们随时都要警醒 特别是我们在教会中 有一个所谓高的地位的时候 更加要警醒 会不会因为罗邦安的成功 正正是他的成功 令到他觉得自己都不错 所以就觉得可以按住自己的心意去做 就觉得自己的心意 就是等同耶和华的心意 当我们在教会 或者当我们在其他基督徒面前 得到其他基督徒的尊重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小心谦卑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会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很明白 耶和华的心意 就会以为自己的想法就是神的心意 我们要小心 我们的心意 不一定就是耶和华的心意 经文提到因为罗邦安的驕傲 所以埃及的大军来到 就抢了很多圣殿里面的金牌 接着就走了 不过经文也强调 虽然失了一些财富 但是国家接着就有平安 就好像提醒我们 在现实生活之中 有时我们犯了罪 罪会有结果 不会忽然之间 什么都没有了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和配偶说了一句不好的说话 污辱他们的说话 他们的愤怒是会存在的 不会我们忽然间道歉一句 和耶和华谦卑下来 我们的配偶就会什么事都没有 但经文又强调 虽然会有一些结果 但是神也会保护这个结果 不会蔓延变得不可收拾 所以我们做错了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 神会保守让这个错误 不会继续发展下去 成为不可收补的破坏 就好像说刚才的例子 虽然我们都有得罪配偶的时候 但假如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谦卑的话 神也会对我们的配偶说话 让他们明白 我们都不过是人 最重要我们犯罪的时候 记得马上到耶和华面前 向他道歉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王谦卑的时候 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 不存而灭尽 并且在犹大中 情况也有好转 历代之下 十二章十二节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